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首先要祝賀蔡英文 正式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五任總統 他在就職演說當中 對於兩岸關係作出了一些重要宣示 首先他說要重新和平、對等、民主、對話這八個字 台灣不會接受北京當局以一國兩制去矮化台灣 破壞台海的現象 這是台灣堅定不移的原則 第二台灣亦會持續地進行中華民國憲法 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去處理兩岸事務 這是台灣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的一貫立場 其實蔡英文就著兩岸關係的八字針言 都已經反覆講過很多次 故此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對話 一定是基於對等的原則來展開 即是要國和國之間的層面 而不是一個國家和一個省之間的層面 大陸方面對於這篇就職演說 很快就作出回應 國台辦的新聞稿指出 當前兩岸關係複雜嚴峻 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和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 一些政客製造兩岸對立阻撓兩岸交流合作 企圖從地理和法理切割台灣和大陸的關係 好了 然後他強調 祖國統一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 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台獨是逆流是絕路 大陸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 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的空間 實情大陸方面都沒有新意 又是再說九二共識 其實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 這件事從來都是混乱的 當時跟大陸談的那群台灣官員 當他們回到台灣之後 就說九二共識達成了 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但是大陸方面 一直都沒有承認後面那句 別人只是說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九二共識在大陸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你的中華民國就是不被接受 不被承認 但是台灣有一群人每次說起九二共識的時候 總是把一個中國後面加一個各自表述 說到好像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 大陸方面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方面就是中華民國 一聽就知道不合邏輯 中共一直強調的只有一個中國 如果你這個各自表述是成立的話 豈不是變成兩個中國 所以由頭到尾 這群台灣所謂的官員也好 政客也好 說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 都是混乱的 都是騙人的 因為九二共識根本上就是沒有共識 純粹就是各說各的話 各吹各的調 而一宗國表更加是由頭到尾都沒有存在過 至於台灣方面 既然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時候 即是說 根本上就不承認大陸的所謂一宗原則 就算是一宗也是中華民國 那怎麼會接受這個所謂一國兩制呢 過去有不少的大陸官員經常都說 香港就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 對於和平統一台灣 就起了一個垂飯的作用 那現在就真的不方便起了垂飯作用 即是告訴台灣 你千萬不要落搭 千萬不要被大陸找老襯 一國兩制 不要制 對不對 答應了的事情 又不去做 包括當時基本法都寫明了 零七零八雙普選 又沒有 然後又去人大釋法 整個八三一落閘 搞到行政長官選舉 一定是要有一個提名委員會 基本上是他選完之後才到你選 好了 接著又到了中聯辦 自行為基本法第22條去詮釋 這樣也可以 人大釋法都省了 現在索性無中生有 找遍整本基本法都看不到有全面監督權和管治權 突然就告訴你 這兩件事在基本法裡面是存在的 但是文本沒有 這樣也可以 不如索性 你整本基本法減剩一條就可以 就是中共說了算就行了 不用那麼複雜 搞到一百六十條 左整右整 一會兒又前後矛盾 一會兒又要釋法 太過複雜了 中共說了算就行了 所以台灣方面 哪有人會落答才行 不要說政黨 就算普通的人民 都不會願意和大陸的政權統一 人家又有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行之有效 都已經超過一百年歷史 人家又有屬於自己的總統 又屬於自己的政府架構 有屬於自己的軍隊 鈔票 時區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應該有的東西 他也是應有盡有的 那他不用跟你統一 到底兩岸統一有什麼基礎 整天就說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屬於中國的不可分割一部分 你這個不可分割一部分 請問到什麼時候 中國的中原政權 自從清朝開始才佔領台灣 不要搞錯 就算算到最早的華人政權 都是鄭成功、鄭經、鄭克爽這一系的賢平郡王 1661年才開始佔據台灣 只是說三百多年 這個也叫自古以來 香港自古以來 台灣自古以來 你全都說了 可不可以科學一點 去說這些話的時候 完全沒有人會服 如果你說自古以來是屬於中國領土的部分 你就要和它統一的話 有很多地方你都需要統一 包括現在很多一帶一路國家 在元朝的時候都被你佔領過 要不需要去調整別人的主權 這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是不科學的 因為新中國自從成立之後 你都沒有統治過台灣 你說什麼 打金門炮戰 你都統一不了這個金門 還有什麼好說才行 經常說台灣有人搞台獨 以疫謀獨 但是看回蔡英文這篇就職軟說當中 她說得很清楚的一句說話 就是說會遵循中華民國憲法 去處理兩岸關係 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 就是中華民國 她自己也是中華民國的第十五任總統 基本上這個百年老店的招牌是不會拆的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有邦交國的 中華民國就是比你歷史更加悠久的 就算有些人在台灣 他那個主張是台獨也好 事實上民進黨兩次上台都沒有搞到 他們始終都是選擇遵循中華民國憲法 也沒有廢除民國的連號 更加之就是沒有更改中華民國的國號 只不過之前有一班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就在立法院當中提出了一個議案 由於英文就不是中華民國的官方語言 所以在那部憲法當中 對於中華民國的英文國名 就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指示 人家現在說要加分台灣上去 你說他是否走聰明呢 那他絕對是 只不過有沒有說違憲呢 那又沒有 因為憲法裡頭的確是沒有寫明的 而就算設立一個中華民國的英文翻譯的國名 這又不牽涉到修改憲法 因為憲法根本沒有說明 英文的國名是應該怎麼寫的 所以大陸方面都是吹他不張 拔他不長的 至於《環球時報》 今天下午就出了一篇社評 標題就是 美台想開啟新遊戲 大陸可視聚玩得起 就是回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祝賀蔡英文 就是就任中華民國總統 他裏頭就這樣說 說蓬佩奧這樣做就是明擺著給北京看的 是啊 我們看到美國政府正在台灣問題上開倒車 用撤香腸的方式 試圖消磨北京在這個問題上的底線 同時有意刺激大陸方面 當成是跟北京博弈的牌一張一張往外甩 事實上台灣問題就是其中一張牌 他沒有說錯 這篇好笑 說大陸方面很清醒 我們一方面不會讓華盛頓這些動作大偏了節奏 一方面會做出新的台海博弈安排 勞勞地把握地區局勢的戰略主動權 最終粉碎美台的所有圖謀 即是說今次選擇了不去潑虎馬街 都很令人出人意表 明明有很多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人 接著這段就救了孫妹妹 華盛頓和蔡英文當局太自戀了 以為他們說幾句話 就能夠令大陸難受和無計可施 過去中美在台灣問題上保持規則的互動被打破之後 未來就是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接下來誰更加難受 很難說了 嘩 這樣是甚麼意思 哈哈哈哈 即是說大陸不會覺得難受的 你自己喜歡祝賀就祝賀 那為甚麼你不直斥其非呢 既然你覺得蓬佩浩所說的是沒有道理的話 好了 最後有一段 這段也是好笑的 要跟大家分享 就說 外交領域最終可能出現的局面 就是台灣的邦交國歸領 唯有華盛頓可能比台灣某些高於之前的優待 那為甚麼會這麼斬釘折鐵講這句話呢 是否準備在台灣的僅餘那15個邦交國之中 又再在這裡叫長腳呢 但是 美國方面就已經實施了這個台北法案 有些國家 比如說那些加勒比海的國家 對於美國有一個經濟依賴的時候 那些國家就未必這麼輕易去轉會 比如說這個聖民森 聖路西亞和聖克里斯多福這些 即是加勒比海的賭國 根本上他是很以重美國的 他怎會願意這麼輕易去轉軚 還有比如說一些太平洋的賭國 白樓這些 和台灣的友誼都相當堅定 人家說明就是支持台灣的民主和自由這些核心價值 那怎會肯去和大陸建交才行呢 何況這些國家基本上只有幾萬人口 也不貪圖你大陸的金錢 當然大陸之前都叫了很多台灣的邦交國 最終有多少承諾 例如是金援 或者是援建基礎建設 到底有多少承諾最終是兌現的 似乎有很多曾經轉會的邦交國 他們都在牙痛聲音 似乎被人找了笨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